我们回到第二节,这节又讲讲可能都不是新, 不过又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所以不是新的, 我们之前有提过,微软就买了一个三厘岛的核电厂, 看到微软买,Google也不执书,Google又再买另外一个核电厂是吗? 我们那头讲完,接着那头就看到诺贝尔奖颁给人工智能, 接着在上个星期那一集我才讲,未来一定是留意这些新工业革命所发生的事, 就是几样东西,量子电脑,我们今天都会讲,基因工程, 我们今天有些新闻也会有类似提一些,另外就是人工智能, 另外再加上就是太空科技,这几样东西基本上我会发觉, 在这几年占据我们科学新资是越来越大的蝙蝠, 相比之下一些比较基础的,其他传统的发展, 我们是有讲,但是你会发觉频率少很多, 但是新突破往往就在这几个新的科技那里出来, 这里就要讲到新能源和新能源怎样帮助人工智能发展, 我记得之前都提过了, 讲到新能源的东西如果有投资机会,你躺身下去就可以了, 那头讲那头就有了,但是就不是那么容易让你投资下去了, 因为Google都看到期货可居,自己就先喝一口湯, 新闻就这么说,尤其是当你要搞超级电脑人工智能的时候, 对于那个能源需求很高的, 而他们会数珠于什么的能源呢? 那当然就是,通常都是希望做新能源, 就不要用到传统的能源, 而新能源怎样可以找到一个既稳定, 又是供应量大的东西呢? 那很多时候就不会想太阳能封电那些东西的, 最好就是这些一些已有,都相对我们相信成熟的技术, 所以你发觉Microsoft买核电厂,Google买核电, 就是买自己的反应堆, 你会发觉越来越多这些公司做这些动作的, 所以我不会惊讶,但是我就会觉得, 哇,我会惊讶一点就是,我那头讲完这么快就回应, 就是我还在完全不知道Google和Microsoft有这些动作的情况之后, 你会发觉这些事情是不停地发生着, 那这次轮到Google就,它是自己去投资, 去一间初创的公司,叫做Kairos, 那如果你网上找这个Kairos公司, K-A-I-R-O-S, 你会找到,有另外一个公司做另一个业务, 都是用这个名字的,就是小心不要混淆, 现在这间叫Kairos Power, 它是一间初创公司未上市的, 就是专门做这个新的微型核电机组, 就是我们先前说的叫做, 叫做毛组式,小型毛组式的反应堆, 就是那些微型的核反应堆, 去SMR这种技术,虽然不是很成熟, 但是现在Google已经看中了这些机会, 就是它准备用这种技术来支持它的人工智能运算, 那个核电的情况有点不同, 这个三里岛,因为三里岛有一间大核电, 就是成为一个核电的厂, 现在这个是用了是不是微型的核子反应堆? 是的,这里可以提一下, 我们重温一下,我们提过的那个微型核反应堆技术, 一个传统的反应堆,它就会是很重的, 是3000吨那么重, 所以你会发觉那些航空母船那些, 就几千,起码就, 只是重量占了3000吨, 然后它自己的航母船自己就几乎去到 万吨级这样的级数了, 那些超级巨型的战艦, 然后你就算说那些潜艇, 它都只是成1000吨的了, 只是反应堆的, 它就会弄得小一点这样, 所以怎样去尽量弄一些东西, 我可不可以找到一种就是, 发电量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我可以做到的尺寸小一点, 然后安全系数高一点, 的一种这样的技术呢, 那反而现在就是比较, 就是比较多人去留意去发展这个技术, 而另一个极端就是, 什么人很想要这些技术就是太空科技, 就是如果我们有了, 先前上一节讲到SpaceX那支这样的火箭, 但是要留意那个SpaceX火箭的运载量, 虽然已经是地球文明以来最强的一支, 但是它都只是给你带到百多吨的东西, 不要忘记刚才我们一个核反应堆, 现有的一个核电厂3000吨那么重, 没有可能用火箭将核电厂射上太空的, 所以唯一的想法就是, 我们将那个核反应堆做小一点, 或者令到一些东西可以拆件, 令到你是一些重要的部件, 它任何一个最重要的部件, 都不会超过一百五十吨, 那你就可以有希望将它分拆件地运上去, 就整个核电厂在月亮那里, 而且还要指议就是, 它可以定期每隔两三年才去换一次燃料棒, 那些燃料棒又会很容易带上去的, 而且是比较安全的, 那你就去想这件事, 所以如果你是带一些很浓度高的那些燃料棒, 就对于那个火箭是有危险的, 所以可不可以将那些东西, 连燃料都需要, 那个活跃程度不要那么活跃, 所以我们就希望追求一些, 吨位小一点, 不需要用到那么活跃的燃料, 但是都可以源源持续不绝, 源源不绝去发电的一种这样的核电装置, 军艦他会需要这种技术, 然后就是太空科技需要这种技术, 另外现在你会发觉, 民用科技, 甚至乎可能在想着很多的国家, 原本不会想着核电的, 都会想, 如果我有一个功率小一点, 但是安全一点的, 我会不会都用它呢? 所以你会发觉全世界很多的国家, 现在菲律宾想着和美国订购, 美国自己发展这个技术, 但是美国自己都未必会这么快拿到批准, 可以在本土里做, Google是在看这个契机的, 它是现在在打倒Kairos这家公司, 能够帮它搞得好, 接着可以去问, Kairos这家公司用的那套技术是什么呢? 是我们以前的截数有提过的, 一种叫做Trisofil的技术, Triso, Trisofil的技术, 说的简单些就是什么呢? 就是将那些这样的放射性的元素, 尤其是那些油元素, 包成墨提沙那样, 外面有一阵陶瓷式很耐热的材料, 不会受腐蚀, 而且是很抗高温的材料, 是包住里面的那个核原料, 来做核心, 就是说这个核原料之间, 不会互相接触到, 不会互相容的大家, 它里面不停发热, 会很热的, 但是外面那阵外皮, 是不会溶到它的, 所以就也可以想成是M&M, OK? 就是它会发热, 但是不会溶了大家, 所以就不会有一个叫做, 堆心溶解的问题去担心, 不会有三里左右的情况出现, 它就是一粒粒很有趣, 包装好的这些M&M, 然后就是摆在那个反应堆里面, 再倒一些溶剂下去, 令它帮它带走热, 地面上的发电厂, 很多时候有些就用到水, 来帮它带走这些热, 但是这个就是三里左右的电厂的技术, 但是就会出意外, 所以有人就说不如这样, 我用一种叫做molten salt, 熔岩技术, 就取代了不用水, 来去做那个流体, 带走那个热能, 所以呢, 现在这家Kairos, 这家公司去用的, 这种叫Trisophil, 和熔岩式反应堆的技术, 那就会成为, 就是它设计中, 概念中的一个叫做, 微型模组式反应堆的装置, 那你会听下去有几个好处的, 就是说, 它那个燃料泄漏堆心溶解的机率, 是会低一点的, 而且你要更换那个核燃料是方便的, 我们看的那个图, 真是好像麦提沙的, 起初来我也是可以吃的, 但是, 如果你看回那条新闻, 其实这家公司, 都成立了一段时间, 但是其实还没供应的, 是的, 还没可以的, 因为很多时候看这个技术, 2027年才在田马西州那里, 做过一个示范的, 就是说, 其实可能有时间都没做得到的, 我再给一个预测, 可能它根本上现在, 在搞一个自己的, 它暂时要解决这个问题, 它会学微型模式的, 它又会去不知道哪里, 自己买个反应堆来自己用, 或者它可能会冠冕堂皇一点, 说做好一些公关, 我专搞新能源, 我就跟那些, 那些风电, 和那些太阳能合作, 我投资多些下去, 那它会几遍去做的, 其实最后都是需求决定它的行为, 你现在发觉, 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突然快得很紧要, 就是如果你看到NVIDIA, 其中一个叫Blackwell那种的产品, 这个订单, 2025年整个产能的订单都订满了, 就是已经爆了, 就是订单多到做不及了, 而每一个这样的人工智能基组的运算, 它的耗电量很高的, 很大色的, 所以你会发觉, 这些公司, 如果它不想在自己的人工智能上落后, 它能源的投资, 它是毫不论识的, 所以你会发觉, 新能源, 人工智能, 太空科技, 这几样东西, 你会发觉不注意, 就紧扣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绝对就是, 这个叫做新一波工业革命的马车, 拉动整个新工业革命的发展, 但是如果你用那么多能源, 是不是代表全球暖化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那这个又是一个问题, 就是理论上是的, 你拿了更加, 你由太阳道拿了更加多的热, 让它没得走了, 你拿了它来采纳在自己那里用, 那理论上我们是不是会更加热呢? 那也是, 所以反过来就是, 就会玩一个游戏, 就是一个计算就是, 我有没有办法就是, 将一些多余下来不用, 而我又没有采集到的热, 我就不要让它留在那里, 但是我有心拿得下来集中的那些, 我就拿了来用, 整个太阳给下来的能量很多, 但是很多我们是没有拿来用的, 所以就是说, 我们尽量采集它, 但是反过来, 有人也会想, 那些采集不到, 不想着用的那些, 可不可以将它弹走去呢? 于是就令我们平衡的问题, 这就牵涉到一些叫做, 一些叫做, 地球气候工程的一些这样的概念, 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在概念阶段, 暂时我们看到, 以人类我们这么短视的目光, 我就是看到我对能源的渴求很大, 所以它就会又搞回核电厂这两个东西, 但是以你来看, 其实Trizo这个概念呢, 它成功的几率是不是很高呢? 如果Google都落财, 我想它们不会说盲中中, 不会有人敢说我们就落财, 它们自己都有专家的嘛, 应该都很稳定的了, 可能去到99%应该可以的了, 所以它们才落财, 这样的, 其实这种技术是有了很久的, 但是一直以来搞不定的地方, 就是成本和那个如何保养的问题, 就是这些东西, 你当然是希望就是说, 整成了这粒这样的麦提砂之后, 它可以用到永远, 用到基本上里面的燃料已经退役了, 它都未难, 就是你那个外壳的寿命, 是能够比里面的那个原料, 这样就最好了, OK, 甚至他们都开发了一些材料的, 就是那些叫做silicon carbide, 叫做一种直化碳的一种材料, 很硬正的, 那它呢, 我其实记得在上一集, 就是有一集我讲, 介绍这个Trisophil的时候, 我是介绍了它有多少层材料去包住的, 它有成六、七层的, 而且希望就是每一层都会是, 那个内液内用程度都会有那么多, 那过往其实花很多时间去想一下, 怎样找一个对的材料, 令它稳定下来, 然后就, 但是也都, 你好了, 找对材料之后又怎样呢? 你能不能做到很便宜呢? 生产可以, 那之后能不能够很容易又将它, 就是因为你又想提煉一些东西出来, 拿回里面的那个核废料来, 可能去循环再浓缩, 或者将它好好地去处理, 那会不会又有些回收的问题那里呢? 那一次过很多这些问题是未解决完的, 那我想现在看到的技术是越来越成熟的, 就是譬如就算我上次去介绍这个Trisophil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 它已经找到一种那个内用程度, 一种合乎标准的物料, 那个的目标越来越近, 而且那个制造这种这么坚硬外壳, 这么耐用物料的那个成本, 也都可以做得越来越低, 那所以呢, 会看到就是Trisophil这种技术是, 就是可以提上日程, 就是你说未来的SMR, 我觉得是会做得到的, 但是问题是世界上, 等于我们现在的核反应堆, 你都发觉有超过一种不同的技术, 来做这个核烈变, 来发电的, 那最后这种Trisophil技术, 我都会觉得它会成为其中一种, 叫做贡献到这个叫小型模组式反应堆, 这种技术的其中一个可行方案, 那会不会发展一天呢, 就是在家后花园有个核子反应堆, 就是提供电力呢? 我又觉得一些不奇怪, 说得夸张一点就是后花园, 那你可能就是, 但是我实际一点就会想, 可能在讲香港, 几个区分享一个这样的模组发电, 你去供应附近, 可能几十条屋邨的用电量, 那这个可以预期的, 但是可能就是, 就是说, 如果你都是不喜欢在民居附近, 怕影响楼价那些, 那可能就是工业区, 譬如有一些国家, 基本上我知道它就是, 从来原本一定不会考虑核电, 但是它现在, 就一定会考虑核电是什么国家呢? 就像新加坡, 就是, 你会看到新加坡一个豆苑这么小的国家, 你基本上看到, 叫做在它那个西南边的工业区, 现在传统炼油厂那些这样的位置, 已经留了一块地, 它没有说的, 但是基本上, 你都几乎肯定, 看到它那个吹风, 和它搞那些这样的公众讨论, 和它也都, 你也都知道, Open AI, 现在打算下湖新加坡, 在亚洲来说, 不是打算, confirm了, 新加坡和中京, 最重要是香港无份, 香港不单止不让你, 不让你放个基地, 连用都不让你用, 直接不让你参与第三波工业革命, 是吧? 就是你有这些人工智能的东西, 你不会像香港, 只放一个写字楼就算了, 你一定是希望有些实体的硬件放在那裡, 有的那些人工智能运算的硬件, 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能源需求的, 所以现在讨论的, 有SMR技术, 你会忽然之间发觉, 就是会在很多, 原本不会考虑用核电的国家或者地区, 它们就会拿来用, 甚至乎有一天, 台湾这样吹到反核反的那么厉害, 它有一天突然之间会用SMR,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安全系数有多高? 现在讲就是, 一定会比我们现有技术高的, 回顾, 我们上次讲三里岛事件的时候, 就是, 它的堆心有溶解, 然后讲福岛311, 就是它旧的技术, 整个堆心溶解了, 那福岛那种技术, 我们不会再用的了, 现在比起三里岛更好的技术, 我们都有在, 也没有出事, 所以现在我们相信, 如果我们这些SMR, 这种反应堆, 是比我们现有的技术更安全的话, 我会认为就是, 可以更加放心, 就是这么说, 假如大家例事有事的时候, 方圆多少公里内要疏散呢? 对于SMR来讲, 它的疏散范围是, 方圆8至10公里, 或者更加小, 如果你传统旧有式的反应堆, 好像赤爾諾貝尔那些, 在说50公里, 所以新加坡不会考虑就是这样, 如果那种赤爾諾貝尔式的反应堆, 但是如果是10公里, 那有些国家地区会觉得值得放进去, 譬如你把它放在香港, 你可不可以想象到香港将来有个SMR呢? 我觉得又不是这么难想象的, 那哪些地区可以考虑去放这些? 那些索府群岛啊,石谷州啊, 那些什么大丫州小丫州那些, 那些地方就可以考虑了, 反正那里附近周围就是民居不多了, 那谁很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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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些国家都没有负在那里了, 都没有人吵,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正如你所说, 世界趋势, 但是我们担心一件事, 是发展的速度太快, 就在很短时间之内, 很多事情都会全面改变, 是的, 我甚至乎只是踏入2024, 但是这几个星期, 我忽然之间, 由科学新知的角度来看, 是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很快, 是的, 我们这集结束, 我们下一节就回来,